油价了 由于国际原油的价格呢 回跌 所以这个礼拜油价有机会调涨 但是呢 中油上个月 因为风灾那个时候 不是分成一国三制吗 说有的地方非灾区要涨 那么灾区的地方要不涨 那么如果是重灾区的话 就要降对不对 现在呢 说风灾吸收的部分的油价 涨幅没有反应 所以呢 这礼拜六要开始实施 降幅要减半 来补回去的这个政策 所以呢 意思意思 可能就降了什么 一毛钱两毛钱的 很多开车族听到以后就说 降也太没诚意了吧 好消息又快到油价调整的周末 这回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回跌 油价有机会调降 只不过中油预估 器材油价格只能各降约 0.1与0.2元 民众直批太没诚意 不过中油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 补因为之前其实在区的那个油价 是已经自己 已经吸收了嘛 那接下来是不是 对 对那这样是会降幅减半吗 这个星期中东指标油价比上周下滑1.5% 照理说国内气材油价格应该各调降 0.2与0.3元 但周游表示8月份因为风灾吸收部分油价涨幅 没有反应 到现在以中北部为主的非灾区仍有0.2元未回收 南部灾区更有0.6元未回收 因此打算本周期实施降幅减半 回补政策 因为现在是不是还在重建嘛 灾后重建嘛 那目前我们还是会问灾区 非灾区还是中灾区 还是会问对 由于正灾中油将持续一国三制的差别油价制度 因此本周就算非灾区9557油 每公升调降为29.6元 与灾区的29.2元相比 仍有0.4块钱的差价 但最让不少开车主无法接受的 就是只有一脚的降幅 不痛不痒 好像没降一样 真新闻刘云秀 台北采访莫莫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